今天台湾附近吹的是偏南风 而且也带来了不少水气 因此在上午的时候 整个中南部地区 不少地方都有下起明显的震雨 而中午过后 西半部地区也是有不少午后雷震雨在发展 而究竟周末这两天的天气会怎么样呢 我们从云图以及天气图上面来看一下 从图上可以看到 在台湾的东方海面这一大片晴朗无云的地方 就是高压所在的位置 而周末这两天 高压的位置会逐渐往西延伸到台湾的上空 因此相对来讲周末两天 水气会逐渐转少 天气也会变得比较稳定一点 不过由于是转吹偏东到东南风的关系 因此在迎风面的东部 东南部还有南部地区 有时会出现点零星的短暂震雨 但是大致上来说 其实周末这两天 上午各地都还是相当晴朗炎热 高温有机会来到34到36度 那中午过后 西半部地区仍然要留意 可能会有午后雷震雨发展 不过午后雷震雨下雨的范围跟时间 大致上都会比今天再少一些 因此周末安排活动建议如果要户外活动 是以上午为家 但是还是要注意防晒 而如果是中午过后外出活动的话 则是攜带雨具会比较保险一点 那最后我们看一下 在菲律宾东方海面其实是有一些低压区 中间有些低压在萧萧长长有一些扰动在发展 不过这个周末还不会影响到台湾的天气 那到下个周下个礼拜的中后期 可能就会有一些低压为台湾附近带来水气 那这是我们下礼拜天 气值得观察的地方 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局提供 明天在台湾的东部跟南部 降雨几率会比较高一点点 至于在气温方面 我们来看看各地的气象资料 而回到北部地区的基隆 台北桃园新竹和苗栗都出太阳 但是桃竹苗会有午后雷震雨 27到36度 至于在中部的台中彰化 南投云林和嘉义午后都有雷雨或震雨 气温是26度到34度 接着来到南部的台南高雄和屏东 都是多云有雨的天气形态 气温是26度到35度 东部地区的宜兰多云 花莲和台东降的几率大约有三成 气温是26到34度 接着来到外岛 我们看到澎湖也可能会下点雨 至于金门和马祖都是情时多云 气温最低27度 最高35度 好我们来看看未来三天的天气 是否仍然维持稳定 首先我们看到北部 可能连续三天都是情时多云 中部午后会有雷震雨 至于南部连续两天都是多云有雨 东部地区同样是多云或者是多云有雨的天气 外岛到了后天就转为多云